大家好 你大麦哥又来的 今天是2024年7月5日 我们看看健美健身圈有什么大事 还有两天呢 中国职业朋友就要举行了 我们今天重点关注一下 212项目四名热门选手 分别是何兆峰 欧志明 李孝雄和郭勇全 在这四位选手当中 何兆峰啊 去年参加了海外一场职业赛 取得名字还是不错 取得了第四名 去年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虽然去年呢不太完美 但是今年回来之后 我相信呢 嗯 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孝雄啊 曾经2019年上过你大麦哥节目 那可以说是五年磨一剑 2024年 他最新的状态上期节目 大家也看到了 非常的强 赶上了拔旧啊 欧志明和泳全呢 去年拿卡 那么欧志明看起来呢 肉量是非常大 泳全从去年参赛来看的 状态调整不错啊 不仅肉量大 而且呢细节做得非常到位 从郭泳全最新的状态 你仔细看呢 泳全这个腿相当利 那么可以说分离度和整个的肉量 还有尺寸是非常大 观感的是非常惊人 但实际上他上身呢 可能相对于腿部来说呢 特别是他的手臂啊 胸部啊 这个造型看起来呢 并不是说很乐观 上身的尺寸 如果更加饱满一点 我觉得啊 这郭永泉呢 很有可能取得冠军 如果拿去年两个人在台上相比较 你感觉怎么样呢 我感觉何兆锋更胜一筹 何兆锋呢 左右两边的腿部是非常的骨啊 非常的怎么说呢 外翻嘛 那兆锋上身的尺寸骨架的也不小 那么右边的郭永泉呢 虽然个头稍微矮一点 那么从去年来看呢 这腿和上身呢 我觉得看起来也OK 如果这次郭永泉在台上呢 把肌肉饱满度 还有这种肌肉的分离度 如果做好的话 那么就有点像当年的这个米老鼠啊 奥赛冠军 两个人身形来说呢 何兆锋看起来呢 相对修长漂亮 何兆锋如果和欧志明相比呢 欧志明就显得更加的粗犯 欧志明底子挺好 但是去年呢 感觉就像牛扒似的 70%才熟 今年如果把这个肌肉的成熟度 提升到100% 志明呢 有可能夺冠 志明的腿部和何兆锋呢 是不相上下 上身这种冲击力啊 视觉感要比何兆锋要强 欧志明呢 去年股价的大肩部小 如果肩部再大点 那就有戏了 经过了一年时间 欧志明也有很大提高 最新的状态 我们看到临近三天呢 他腿部整个上身的 已经纹理感已经出了 肩部的尺寸 我觉得也上来了 但是上来的我感觉不够 总之呢 是进步很大 台上状态出来之后呢 可以说是很有可能 战胜何兆锋啊 何兆锋去年在台上上身的 实际上 他这种分离度还不够啊 特别是正面 给人感觉稍微有点肉 再来再看一下李孝雄 那前两天 李孝雄状态 已经提前出了 肌肉的饱满度 还是可以啊 如果说腿部的 分离度再大一点 我觉得更加完美 这次在台上 你要想夺冠 光有尺寸还不够 水肉糊不行 一定这种饱满度 和分离度要上 整个肌肉的纹理感 给人感觉呢 包括阴影啊 非常的犀利锐化 这样才有可能多光 李孝雄目前的分离度 我觉得还是可以啊 欧志明这种肌肉的分离度 比去年有很大进步 你仔细看他这个胳膊 二头三头和肩部的连接处啊 这种 这种分离的这种感觉 已经出来了 腹部的分离度 这这位选手也不能忽视 接下来我们再回看一下 何兆锋去年参加的 海外职业赛的啊 取得第四名的 个人单独展示 从去年看 你看何兆锋上身的骨架的很宽 然后呢 有点肉有点水 整个肉底的还是不错的 肉量很大 所以说什么叫肌肉成熟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啊 训练时间的增长 这种肌肉的成熟度 马上就从你的状态体现了出来 背部是何兆锋除腿部之外 另一个非常出彩的地方 而且背部两大素非常大 整个背部的浑厚非常宽啊 如果说何兆锋 按照去年这个状态 如果说没有进步的话 拿冠军今年非常难啊 但是那已经是去年的事 今年的何兆锋 是另一个版本了 我们看一下 去年这场比赛 何兆锋啊 最后进入了前五 取得了第四名啊 时间又来到了2024年 何兆锋最新状态已经出来了 我的天哪 我的奶奶 我的刘德华 赛前两天 何兆锋肌肉啊 相当的什么呀 进步进化的相当厉害 也可能呢 是灯光的问题 目前看何兆锋 这种手臂啊 肩部的分离度呢 感觉来说呢 初看没有这个李孝雄好 但是我相信啊 体脂剪干净 然后抹上油之后 这样的这个整个细节 就出来了 以这样的尺寸再加上何兆锋 去年这种大型的骨架 我觉得在台上这种冲击力 还是非常大的 同样一个造型 也是这两天 瘦出状态的欧志明相比呢 欧志明呢 明显感觉呢 要比何兆锋这种分离度 要大很多呀 我们仔细看的欧志明 三角肌三头肌和二头肌中间这种连接处 还有这种外翻 还有这种阴影 从尺寸上来说 其实也不输合照风 而且我感觉压斧的时候 斧肌表现还是不错 看到这里 其实我现在还真有点犯嘀咕 有可能啊 欧志明这次状态好 有可能欧志明就拿了 泳泉我觉得在上升的尺寸上呢 并不是他的强项 但是如果把状态和饱满度做好 在台上这种视觉冲击力 也是很大 如果何兆锋两个人从尺寸上相比 目前看呢 有些平淡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何兆锋侧展手臂的造型 视觉的冲击力也非常大 但是他和欧志明两个人肌肉的这种观感呢 纹理感两个人不太一样 那何兆锋能不能在这场比赛取得冠军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难度 我们再看一下李孝雄和欧志明 在肌肉的分离度上两个人的对比 从目前看 欧志明肌肉的干度紧度 还有这种分离度 我觉得是更胜一筹 而李孝雄接近上台的时候 观感会更加 李孝雄212这种拔旧的感觉 是更加明显 而欧志明的形体来说 有自己的特点 有自己的特点 上之去之后 欧志明的有可能在今年呢 是一匹黑马呀 欧志明的还有一个特点 相对来说 去年来看腰比较粗 如果把腰斧再收紧一点 我觉得这种倒三角形的更加明显 那冠军到底是何兆锋 李孝雄 欧志明 还是郭永全呢 我们在台上 见 今天的上半场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不要忘记分享关注和点赞 等着 下期再见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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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